林若云,阿英,你想上战场吗? 魏无羡顿了顿道,小师姑,我自是想的,可是有什么不妥吗? 林若云皱了皱眉,如若阿英提前上了战场,又如何让仙门百家来求他? 可现在,又有什么办法能不让阿英上战场? 魏无羡,小师姑,我的仇还没报,我,林若云,阿英,你的身体还无法支撑太久,师父也已下山。 不如你回山休养一段时间,魏无羡,那蓝战,林若云,可以和你一起。 魏无羡低了低头,他刚刚有看到小师姑皱眉,所以小师姑是不愿意他上战场的,可为什么呢? 随后转念一想,小师姑又不会害我,既然他不想,那我便不去,可蓝战呢,魏无羡,蓝战是姑苏蓝氏的蓝二公子,如果没有去的话会遭人诟病的。 先门百家他们,林若云,我可以让他重伤。魏无羡,小师姑,不可。 林若云看向蓝望鸡,蓝望鸡,魏英,我可以。 魏无羡,蓝战,受伤会疼的。 蓝望鸡,我想陪你。 魏无羡,蓝战。 林若云看着两人,直接翻了个白眼,这是要闹哪出? 算了,换个方法,随即看着两人到,那便去叶列吧。 林若云带着两人到一处树林,林若云,我听说这附近有一只会伤人的东西。 魏无羡,小师姑,此物可有伤到百姓。 林若云,暂无。 魏无羡,如若还没伤害人的话,那就可以感化他,让他改邪归正。 林若云,你可以试试。 魏无羡,好。 蓝望鸡上前,护在魏无羡身旁。 魏无羡,蓝战,我没那么弱。 蓝望鸡,你伤还没好。 魏无羡,快好了。 蓝望鸡不语,依旧护着魏无羡。 魏无羡,小师姑,如果蓝战真的因为你的算计受伤的话, 我是真的会生气的。 林若云强装镇定道,放心,今日,旺鸡与你都会毫发无上。 魏无羡,那就多谢小师姑了。 蓝旺鸡看了看林若云又看了看魏无羡道,魏英。 魏无羡垂了垂眼谋道,蓝战,继续找吧。 魏无羡赋匪匪,他何尝不知小师姑是为了让蓝战陪他, 可他真的不想蓝战受伤。 再者,如果蓝战因为小师姑的算计回到山上, 难道小师姑不会受到惩罚吗? 师祖一看就不像会放任小师姑这么做的人, 那就说明小师姑是自己的想法。 他不能害了蓝战,也不能害了小师姑林若云富匪, 看来旺鸡是无法跟着阿英回到山上了。 可旺鸡留在姑苏蓝室,对抗温室的时候难免也会受伤, 随后转念一想,不对,还是有区别的罢了, 那就带阿英回去即可随后远处传来一声异响, 三人瞬间警惕起来。 林若云,看这动静,应该只有一只。 魏无羡,看来个头也不会小到哪里去。 蓝忘机,听声音应该在西北方向。 林若云悬身一转,只见一块石头砸在了他原本站的位置上, 林若云,此物还能操控石头。 魏无羡,也许石头是他的武器。 蓝忘机,来了,戒备。 林若云和魏无羡急忙进入戒备状态, 只见眼前出现了一个庞然大物, 而他手中的武器是石头。 林若云,没想到倒是一只成了精的树精。 蓝忘机,树精。 魏无羡,既然是树精,为何武器会是石头? 林若云,看他的模样,在这也有上百年了, 树林里大家都是树母,武器相同, 能脱颖而出,必须有其他的武器, 那石头便是最好的利用对象。 用石头对付其他树精,倒是可以让他成为最强的那个, 如果没有野心,倒也无法炼成。 魏无羡,看来他倒是一个很有谋略的树精。 林若云,他有野心,迟早会伤害百姓, 如今怕事还尚未想到那层, 如若想到了,对百姓来说就是灾难了。 魏无羡,那就是说明这树精的心智尚未到达成年人的思维。 林若云,可以这么说。 魏无羡,既如此,那现在该如何? 林若云,虽然心智不全, 但是我们并无法收服他为我们所用。 魏无羡,如果他愿意臣服于他人, 倒也不会成为这树林里最厉害的了,林若云, 那就只能赶尽杀绝了,不仅他,其他的,也得死。 魏无羡,小尸姑,其他的病位,林若云, 如若其他人是什么好东西的话,他倒也不会用石头伤人。 如若你对什么都心软,那等他们的武器砍到你的身上, 在你身上留下伤口的时候,你还要对我说,他是无辜的吗? 魏无羡,沉默不语,林若云, 人不犯我,我不犯人, 你们倒是没去动温室,温室放过你了吗? 收起你那所谓的心善,说真的,但凡你心软一点点, 你随时都有可能。 林若云话未说完,便被石头袭击, 原来是树精见他们只顾自己聊天,并未搭理他, 恼羞成怒,林若云躲开后拿出长鞭, 直直朝树精甩去, 刹那间,石头一分为二, 林若云,你看,我倒是没动他, 可他放过我了吗? 魏无羡看着林若云甩着长鞭的身影呆滞住了, 只见林若云手起鞭落, 树精节节败退, 但林若云并未有放下鞭子的意思, 鞭子挥得越来越快, 树精承受不住, 往后跑去, 林若云追了上去, 蓝忘机看着呆滞的魏无羡道, 魏英,小尸姑他, 魏无羡这才反应过来, 急忙带着蓝忘机追了上去, 追上林若云的时候, 见他被树枝树精围攻, 拿出随便便斩断了树精的树枝, 站在了林若云的身旁, 蓝忘机也拿出碧尘, 站在了魏无羡的身旁, 林若云看着四周数不清的树精, 也知道今日不负伤, 怕是走不出去了, 林若云看着身后的两人道, 今日, 我确实不知会有这么多树精, 你们放心, 我会护你们周全。 随后拿出一打火焰符, 从四周散开, 长边紧随其后, 并运用灵力将魏无羡与蓝忘机送了出去, 魏无羡, 小尸姑, 蓝忘机, 小尸姑, 林若云, 今日这个业烈的主意是我提出, 我一人做事一人担, 不会连累你们, 走吧。 随即加强灵力将两人送出后, 并设下结界, 自己一人被树精包围, 魏无羡与蓝忘机被送到了洞中, 魏无羡早已泪流满面, 蓝忘机看见爆山散人急忙起身道, 师祖, 小尸姑被树精围攻, 将我二人送出, 我们爆山散人闻言急忙前往, 在树精堆中救下已被重伤的林若云, 并将树精剿灭, 爆山散人先用灵力为林若云疗伤, 林若云醒来的时候, 看到的就是爆山散人便道, 师父, 你怎么来了? 爆山散人, 你还伤着, 别说话。 林若云苦笑点头道, 多亏师父来得及时, 爆山散人, 你到底在做什么? 爆山散人, 你可知树精的顽强力, 你居然敢一人面对他们, 莫不是不要命了? 林若云不发一言, 爆山散人, 你耗费四分之一的灵力将他们两个送出, 又耗费四分之一的灵力设下结界, 怎么, 你是想死在里面吗? 林若云, 是我带他们两个出去的, 我自是得护他们周全, 而且, 如果不设下结界, 如若树精伤害到百姓, 又当如何? 爆山散人, 所以你就不把自己的命当命吗? 爆山散人, 一路带着林若云回到洞中, 将其安置好后, 让温情前来, 爆山散人, 温姑娘, 麻烦你为小徒疗伤。 温情, 散人客气了, 随后便上前为林若云施针疗伤, 爆山散人走到外面道, 阿英, 魏无羡羽兰望鸡, 早看到爆山散人抱着林若云回来的时候就已经乱了分寸, 在爆山散人出来后便冲了上去。